到明ähr sevigran France 美濟 interme 好了,回来了 Hello 嘿大家好 又是我哥 是啊,个人 是啊 是啊 今年,今天要跟进上星期讲过的话就是中联号声音 话说上星期说到一班中年报声音第一季的毕业生 无处不在 连饮食节目主东主西都要唱歌 主东主西已经做完了 由今个星期开始星期一至三晚上十点半 就换了一个新的节目 新的节目叫奇迹小店 其实说什么呢?就是说香港的老店 但是主持在哪里呢?我们出第一幅图 奇迹小店 是的 第一幅图我们看到 没错,又是中年好声音 首先我们看到中年好声音的评判肥妈 肥妈 这次就不是教你吃便宜一点 这次他就带你走旧区 又去发掘老店 肥妈不好,肥妈的面色不是很好 是,他在吃珍宝珠 肚中看到 但是另一位主持呢 即是粉红色衫这位呢 上星期已经介绍过了 这位就叫做芝果仪 就是在主东主西里面 用个星介绍汤水果位 哦 他又做主持,不过我暂时还没见到他唱歌 怎么这么众伪的呢? 不是,在肥妈面前我怕不太好 但是呢,这个节目仍然有人唱歌 我们出第二幅图 那这位叫什么呢? 这位叫包姓光 其实都是中年好声音的第一季的参赛者 那他在做什么呢? 他就是负责在间场的时候 出来唱老歌 那 看到普通所显示的就是岁月无声消世 就是他唱这个譚詠麟的母亲感激 哦,这样啊? 是的 喂,岁月无声消世在譚詠麟身上 真的套用不了的,大哥 他现在也没有消世过 是的,但是最重要是唱得很难听 真的吗? 那是完全难道的 糟了,想找回来听 是的,我有机会找回来给大家听 我想可能Youtube可能会遲些放上去 因为现在这类型的综艺节目 其实是在Youtube放得很足够 不一定要上去TV播放都已经看到了 哇,真是这么夸张啊TVB 哇,这些都不放过 是的,想不到一年 任何这些10点半的节目 其实在讲上星期 在讲诗君介绍的节目 其中的一些嘉宾都是中年好声音 是的 真的无处不在 好了,我们讲完中年好声音 就讲讲今天的主题 我们出了第三幅图 是的 今天的主题是什么呢? 我不是讲新东西 我竟然是讲旧东西 带大家重返这个奇幻朝的世界 是什么时候呢?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集体回忆 原来这部电影 叫做奇幻节目 是在2005年播出的 是这么新的吗? 是的 还是4比3年代 其实严格上它不只是讲鬼 你当它是一个奇幻诡异的节目 为什么我突然说回呢? 就是因为最近 在星期六和星期日晚上的十一、二点的深夜时段 就是第四度重播 其实这些节目经常都拿回去重播 但是出奇地在这个节目的重播的时候 竟然有少少回响 还勾起了大家的心理的阴影 是的 是的 那说回 本来这个时段我是接触不到的 因为正常的情况下 我应该是在看英超的 哦 因为未来贵 但是由于投习的关系 星期六天晚上不用转台 所以我突然接触到奇幻诡异的重温 是 话说前几年 十二点钟 这个深夜时段 就是重播的节目 其实也是一个挺黄金的重播时段 哦 过往 上两三年的节目是什么呢? 就是由星期日到星期日 都是重播同一部剧的 嗯 就是连续昨晚都是播同一部剧 哦 但是呢 其实我也挺不喜欢的 因为呢 其实星期日至五我没有所谓 很容易 但是星期六天呢 那我家人都要追那部重播剧 是 那就搞到呢 我不可以用大电视看英超 哦 立得立等了 是的 就是 问题是 我给钱看英超 但是输了给那部 重播N次的重播 的电视剧 我真的觉得有点奇怪 哇 就是输了给城市故事 那样大了 是的 输了给那些 哇 就是看了N次那些 那些 那些 哎呀 都很好啊 其实呢 通常呢 就会放在两个时 两个日子 播的 那天最常见的就是在七月十四前后 嗯 那就会播这些奇幻节目的了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 十月三一的晚圣节的前后 嗯 那你会发现那一期最多鬼片啊 鬼节目那里上的 但是呢 这个就很不同 这个呢 是2005年2月5日首播的 嗯 嗯 那麽呢 那麽呢 其實那麽呢 是 那麽呢 那麽呢 那麽长度 其实跟外面有丧死差不多 是 是 另一部分呢 就是我们见到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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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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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啊 那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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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一代的人心目中 正意見就是 就是 就是我們 當年去看那個 三相頭的樣子 就到現在 都在他們心目中 都是那個樣子 是是 當然 是 是 是 正意見在新一代的人 那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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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呢 那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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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1992年一套節目叫《極度空靈》 這個節目大家不記得的,但主持可能大家都很熟悉 那個主持就是吳剛師傅 1993年有個節目叫《可時升棄》 就是第五幅圖,剛剛我們正在看這幅圖 那時候經常被人取笑,其實那個節目最恐怖的就是看到朱瑋沙走出來的時候 就是好像途中那樣,朱瑋沙應該比胡仔恐怖 你看到那幅圖,又看到曹宏威 為什麼又是曹宏威? 那個年代曹宏威的出鏡頭是相當自豪的 城市捉擊就看到他,講鬼也看到他,講科學也看到他 曹宏威怎麼會想到最後自己是一張MEME圖 就是我用臉色吵死你,王九翠 到最後現在竟然只剩一張MEME圖 剩一張MEME圖 《夜驚雲》我沒有看過,重播也有看過 真的沒有人像 《夜驚雲》就是四人歸世 真的沒有看過 四人歸世是第一代 是的 我們出了第六幅圖 之後有一個節目就是羅蘭主持 羅蘭主持,主持過兩個類似的鬼節目 一個叫做2002,就是2002年播放的 食字是2002 還有一個節目近代少少,叫做《區區有鬼故》 連經典的《龍婆錄》 就好像圖中看到這幅圖一樣 都出了 但是說真的沒有什麼人記得 最後大家都不知道為什麼 一講到《奇幻》節目就會想起《奇幻朝》 是啊,是有一段很長時間 是不是因為跟《世界奇妙物業》的名字相似? 首先,我真的沒有看過那一部 你沒有看過《世界奇妙物業》? 我真的不知道 你沒有看過《世界奇妙物業》? 還在拍攝 是的 每年都會在 每年都會刻意在 大約是這個 春天、夏天、秋天 經常都會刻意拍一輯的 嗯 譬如今年是有拍的 今年的夏天的特別編就是在6月17日 每年都會拍幾集 這樣 是的 拍得很疏的 但是總會拍下 這樣 嗯 還有一些人用得很當時得令 就是用得很新的 簡單說 其實《奇幻朝》當年也是這樣 我們可以再說 那麼 其中一個 為什麼這麼多人記得《奇幻朝》這件事? 我們先收回圖 嗯 第一個原因 不知道還有多少人記得 話說2005年播出的時候 《奇幻朝》是晚上11點播的 大概10點半至11點播的 可能有些少少調動 那麼 最重要的是 在後面那套播放了什麼 其實緊接《奇幻朝》的時候 在播放後面的節目 就是在播放動畫 就是《奇幻朝》 《奇幻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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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奇幻朝》 是的 那個年代來說真的很棒 很少找到這麼一線的歌手 唱一首動畫歌 其實還有那個年代追動畫 要不你就 看老翻都可能要去上網買碟 《奇幻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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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還是這樣的 如果不用這些邪道 那你其實唯有等的途徑就是 等本地電視台買一播 就是等路證 是的 是的 根據我們的群組 有一位聽了這麼說 就是他的留言 要看鋼煉 就要先捱《奇幻朝》 這是一個五格的交換 五格的交換 你一定要先看鋼煉 看鋼煉就一定要先看《奇幻朝》 是的 無論你有多害怕 你知道晚上 家人要關電視的嘛 嗯 那你說不行 我要看什麼 那你沒有從中間這段關了 才知道有開飯 嗯 那你無論如何 你都要捱 就是有多害怕 都要頂住 有多害怕 都要頂住 是的 那另一個原因 其實就是 我覺得一些鬼故 其實都幾不是一些 黑色的鬼故 是 就是反而都幾有故事性 那麼最多人 馬上就說到 就是剛才Trap 也看到有人說 就是講一同歸西的故事 我們要抵出一幅圈 噢 最重要 那 那個故事是怎麼說的呢 就是故意 每一個位 online打麻雀的人 有一個online版的 一同歸西 那麼每個人 就故意保持一隻一同和一隻西 之後呢 就有人發號司令一起打 打我又算過 如果我算過 其實是四分之一的八次方 是的 是 其實基本上 我猜一萬多年 會不會做到一波 是可以平均地分配 四隻西和四隻一同 四隻西都還要四隻一同 原本不是一隻一同 是嗎 不是的 現在一起打 一同歸西 打完四隻西 就打一同 很邪 是的 我認識的版本就是 四隻西 然後後面有人補了一隻一同 就叫一同歸西 那就是一同 然後 這個更誇張 是四隻西 加四隻一同 太太誇張了 喂 日本牌啊 簡直是做不到一同歸西 因為打完四隻西之後 就留了局 是的 有 有 所謂四封連打 你一開始 那一輪 連續打四隻 同一隻 同一隻 這些 字牌 東歸西北 其中一隻 就會 就會留局 嗯 是這樣的 那個是有一點點限制的 莊 因為那個莊 只是那個莊 要估計而已 因為你留了這個莊 那個意義很大的 但是就會被那個 會被最後那一家的人 決定就是打不打 就是西 明白 就是 就像那個電視節目裡面 很邪的 然後就 不打 不打 就完結了他們 就下去留下 喝茶了 哈哈 哇 原來這麼難的 是的 四分一的八次幫我 我也不敢計 不是啊 你怎麼會呢 不是啊 為什麼四人龜西很邪 就是因為 他某程度上 原本是達成島的 是 是 你害怕 這樣才是 你達成島的 你不要說 一百四十四 就排在順次去打 是 是的 這樣 很厲害 這個就是一圖龜西 是的 其實 他們每一集的節目 其實都有一個主題 是的 其實很簡單就是 做人最重要的正直 是的 暫時得過分 那 我不斷介紹一下一個單元 那個單元叫做 《未來聊天室》 我們出第八幅圖 是的 是 武士的講述 少年時代的胡諾賢 就不小心 上網 購入了一個 對著一個 叫《未來聊天室》的問題 哦 這幅圖 我覺得也算是這樣的 你至少見不到 C Drive上網大發 是 是 是 那個年代最流行 你見到一些人拍劇 就說上網的時候 你會見到一個C Drive 這個是沒有 見不到的 網站網站 是 這個有點深切 不是C Code 就說 《未來聊天室》裡邊 有個精靈 是楊思琦實現的 他是能知未來 你問什麼都能夠懂得回答 連六合賽號碼都能夠說到 是真的中的 但是正如《復徒》所說的 代價就是 每六秒 就少一天命 那你自己算一下 即是六十秒 就少十天命 你一小時就沒有六百的命 是 但是 其中一條問題就是 胡龍言問到 其實我有多少歲 他答他 我答他有八十五歲 但是 故事就說他第二天 就中完六合賽之後 就死了 就被撞死了 那為什麼呢 他就出第九十圖 因為他趕著去買六合賽的關係 忘了鎖 很糟 其實我看完之後 我覺得是像小話 多像貴谷 不是 有時候世界奇妙惟語都是這樣的 是啊 有時候的尾是夠的 是啊 不是那些白色鬼谷 不是那些鬼眼那些 嚇到死的那些 不是那種 我們說 另一個單元 另一個單元是講精石 他說精石可以滿足到這三個願望 是 是 說明是會附帶衰運的 是 那麼那個閘的主角 第一個要求 就是要六萬元 六萬元 是的 那時候他許了遠之後 真的有人拍門 告訴你 給六萬元給他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是 印刷金來的 因為說說 他的兒子做龍虎武士的時候 在高處當下 被六個人插死了 很可憐 是啊 其實很可憐 就是告訴你不要太貪 那麼他們主角就說 咦 我有三個願望 不如我立刻用第二個願望 就說 不如我叫兒子回來 他去他的願之後 就出第十幅圖 那麼他真的去到他的願 就是兒子就插著一條港釘 就好像喪屍一樣走回來 很恐怖 就是外面有喪屍一樣走回來 那麼他們就很害怕 就是他 第三個願望 就說 我現在什麼都不要了 結果呢 他真的什麼都沒有了 老婆、兒子和房子都沒有了 噢,好恐怖 是啊 其實我看完之後他挺好笑的 但是 還是同一個主子 就是沒有貪心 是的 其實說了幾個節目 就是 說了兩個介紹 其實都未必跟鬼有關 是 其中一集 我剛才說過 是年初四月都做的 是說一個社輝春夢想成真 就是 就是說我寫什麼輝春 我左翁右抱 然後知道真的有兩條女 走過來 那些 是 就是完全沒有警戒成份 但是 就是這樣說 既然這故事 其實我覺得都是搞笑像 又不是說鬼 這個 為什麼這麼多人 還那麼害怕 還有不同年代的人都害怕 説我哥哥哥的兒子 他剛才重播第一次看 他都覺得害怕 嗯 那個為什麼呢 我都問過不同的人 可以做第十一幅图 其实他们不是害怕故事 而是害怕套劇,气氛和音乐 毕竟都是一个灵魂节目 场景当然要做一些恐怖的东西 有绿灯有红灯的东西 一开始你看到好像土中这些画面 其实是真的害怕的 第十二幅图 其中一个画面就是郑姨健说话的时候 后面有很多模特儿公仔 即是那些模特儿公仔 没有衣服穿,只有一个白色洞 就用郑姨健在那里走一走一走 画面的感觉真的挺恐慌的 就算有多狗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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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正如你刚才所说的 你所说的日本的节目 就会找到很多新的人 是,年轻的 很多当时得令的艺人 这一套奇幻潮在那年代 都是找到很多当时得令 或者是一些当年的偶像 因为其实那个年代 TAB这类型的节目 都很喜欢找一些唱片公司那里的新歌手来拍的 这一套也不例外 我们续幅图地看 我们看第十三幅图 就是《如果有神,邓建宏》 哇 是的 哇,邓建宏 是的 第十四幅图 这幅图很厉害 哇 我们看到少年的麗洛义 大家见不见到左手边那位是哪位呢 糟了,这个是谁 没错 他就是会引起爆製的雷凯欣 是的 是 是 就是 有做过继 哇,真是当时得令 真的 是的 他就叫做黄庸 应该都是那一年代 应该是同一间公司的 是的 哇,原来这么好身材 是的 好 我们在第十五幅图 嗯 我们就看到 2R 哇,你看多厉害啊 2R 不是出现照的2R 哎呀,多厉害啊 是吧 是的 是的 我们在第十六幅图 现在又不是搞上市公司的 现在好像是什么 那些CEO 是的 是的 那第十六幅图 他就看到刚好 一燕 哇,是 好可怕啊 其实现在仍然是Active 因为现在他应该是做一些 一般的KOL 那20年而已差不多 是的 那很多专门一般的东西 20年我想说 根本个个都还未老 是的 第十七幅图大家都知道 这个 哇 你记不记得他是哪个? 就是报报寻民团 是的 是,就是报报寻民团 死定 当然认识 全香港认识 最熟悉的艏人 那第十八幅图 认不认得这两位呢 怎样啊 死了,这个是谁 观音娜 认不认不认不认 其实两个都是英王的人 左手边那个就是Yu Mikko Yu Mikko 右手边那个就是Isabella Isabella 是这样的吗 是的 和我认识的那个差很远 为什么这样呢 我猛能是Isabella 是的 那我们收回课 大家想看 其实是不需要再等四周六的重播 为什么呢 一来下个星期来 星期六的英超已经开落 我应该不会再在这个时间 在这个时间内 看TVB 就是求你们不要再看了 是的,但是其实很简单 因为我刚才说的这么多一集 其实已经完整整放在TVB的官方YouTube频道 哦 哦 其实他所有过往发觉的一些 震待一点 不要说风落这么少年代 震待一点的所有灵异节目 就是刚才我说的什么不可思议星期二 全部都在YouTube频道 是 是的 否则我都不会那么容易夹到 哇 那再说回 其实呢 今时今日呢 我觉得很难再有这类型的经年 那 因为呢 几乎所有这类型的 靓异小小的东西呢 近年呢 都不会放在翡翠台播 是的 是的 基本上全部都放在J2 哦 所以很多人都没有看过 是的 很多人都没有看过 翡翠台播出什么叫靓异呢 就是金小大厦那些 哦 是的 根本都跟鬼没关系 可能纯粹是自己发出的那些 就是那些假鬼故事最流行的那些 是的 之前呢 拍过一套节目 不是 拍过一套节目 叫做《凶宅清潔市》TVB 一个十三集的剧 在红稳城做主角的 那整部电影呢 在买TV说法上完假之后 就放在J2播了就算了 是的 是的 我觉得感觉就很浪费了 就是这些 你放在J2播放的东西 就不可能成为热潮 是的 难搞 是的 正如上星期阿华这么说 他说现在市军都已经做J2的创业总监 就是 在我心中 根本J2哪有人搞的 就是都是一些 没什么看不看 看那些台 很少有J2的东西 很吸引到你 除非是女的 很扁的那些女的节目 很不幸地就是 新闻台是吸引过J2的 是的 不是 老实说 很多免费电视台都不吸引 那天看31台 看得到我眼睛都窄了 是的 很夸张的 你真是有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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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剧真的是神经病 是的 譬如31台 前段讲的家区细世三十年 嗯 其实不同台都有做一些 家区的回顾节目 那 港台电视31也做了一个 那 但是他最奇怪的就是 其实呢 港台的片库其实很充足 嗯 就是他去那些什么太阳计划 那些什么十大统命感觉那些 其实是很多细节目的片段 但是呢 他就不剪的 整首歌被人看了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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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其实大家有时间看不太好 但是其实 你变成了那个节目 整个整套节目看你 只看了三四首歌 神经病 晚上整晚几个钟 连续就是播那套大陆剧 播两三集 那真是怎么看 是啊 他们那些34 33图的那些就是这样 真是够胆的 是啊 是啊 一套软笑场的剧 起码我已经见过四五次 哈哈哈哈 是啊 嘩 这么红的 是啊 是啊 大家 是啊 那其实呢 J2最近有一个节目 刚刚昨天可以首播 我觉得其实本来是挺吸引的 是 由李錦园做 又教外用煮食 叫做 你想怎么煮 主持 是啊 其实我觉得 也有两个大卖点 一个就是李錦园 时隔七年回归TVB做第一个饮食节目 哦 是啊 其实大家经常说的 燕阳产都已经八九年前了 原来这么久没有做过 是啊 最近一个饮食节目叫做 他去开火 就已经是2016年的事 原来这么久 是啊 是啊 那另外一件事 我觉得最大卖点就是 搞外用煮食 本身是一件很吸引的事 我觉得 嗯 就是因为由张晶天拍戏 那时候就是张晶天在RG 每天去外用煮的早餐 看有多搞笑 哦哦哦 那么容易啊 是啊 是的 就是我的威力呢 我看到乙喬是出的 威力 直接拍着星期一的好人经济 嗯 是的 但问题是这个 你想怎么住的节目呢 是放在J2晚上八点半做 那我觉得很奇怪哦 就是这个时间 就是如果我现在今次这样 我会在看电视 我是一个会看电视的人 我晚上八点半 我当然在看我回家 我当然在看剧的 就是我觉得很可能会在那个时间转到J2 不是啊 那你看看 那我觉得 对于我来说 那你敢乱吸引一点啊 哈哈哈哈 是 我觉得你敢乱吸引一点 其实很看的 我看了第一集 我觉得OK 你敢乱一点啊 是 但是 放在J2上 我觉得很浪费 嗯 所以 可能有很多灵异节目 其实今年 J2也有很多类似的陰谋论 陰谋论啊 那些这样的节目 其实放在J2上 全部都 可能有些口碑 但是没有热潮 是 是 是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有趣有趣有趣 分享的东西就是这样 有趣有趣有趣 有趣有趣 那 旗幻潮 大家记得 打蟑螂 打蟑螂 那这样 那 没有啦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播给哥哥哥 有没有想过的 没有啊 播手七叔 播手七叔 什么好 城王大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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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就這樣 知不知道做人是正直 故事都是道人向善 不要貪心 很重要 好 感謝各位 好 心如是 掌如是 有誠智有智 心如是 俱如是 策上有你明智 天王恢恢 有怨祖得知 讓世觀迎恨免太便宜 盛王夜 相掌管生事 陰屍 繁忙難逃避 天王恢恢 有怨祖得知 讓世觀迎恨免太便宜 盛王夜 相掌管生事 陰屍 繁忙難逃避 做過壞事 畏乎 畏乎 黑白無常 一夜有信 畏乎 畏乎 仙王大神盼 為乎 為乎 牛頭馬面文武判官 為乎 為乎 仙王大神盼 黑白無常 一夜有信 牛頭馬面文武判官 大神盼 大神盼 暗王大神盼 消失 暗王大神盼 貪辯 根本 看待 val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